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米的双十一开箱视频 正如大家所见 我剩下的两个包裹 就是从淘宝转印过来的 一共12公斤 12公斤 如果你现在问我 我是买了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完全记不住了 就两个星期前买了就忘了那种 我前天收到这两包裹 我才想起来 我在淘宝上转印了那么的东西来 现在我就跟大家一起 开心的开箱 作为一个小博主 就是还没有厂商找我打广告 这两个箱子里面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真金石银花钱买来的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但是在开箱之前呢 还是要给大家介绍 我这个转运商金主爸爸 都是老爸爸了 我们已经合作了好几次 比较满意他们的服务嘛 所以每次转运的时候 我都会用他们来作为我的转运商 他们在双11期间都会搞活动 从11月1日到11月11日 北京时间18点每天掉落限量的一折券 大家可以去小城市上面去抢 他们还有第二活动就是11月1日到30日 在超值福利区可以领百元礼包 礼包包含88折 或者是满200减30 满300减50 无门槛券20 这一适当券就是人人有份 所以如果大家和我一样 在法国生活 又想在淘宝逛双11的话 可以考虑他们家的这个转运服务 好了 这句话不多说 我们就先从这个小包开始 哇塞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里面真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大家看品牌肯定知道 就是竹子的服装品牌 我之前一直摆调他的视频很多年 他做衣服品牌以来 我都还没有买 这次刚好转运 我就想买一件来试一试 也支持一下喜欢的国主 他买了两件衣服 看自己买了真的买了什么 就忘了什么 第一件就是这个毛衣 他们家这个毛衣去年就上新了 今年终于买来试一试 第二件就是这个豹纹的衬衣 我其实一直想在豹纹的世界里面尝试 最终都尝试失败 但是我看到他们家这件衬衣的话 我就想买来试一试 第二包我就是这个simple ritual 因为他们家走的还是比较法式复古 第一件是这种非常复古的格纹毛衣 这件毛衣 喜欢喜欢 今年秋冬天 要是真的是再也不缺衣服穿了 第二件就是这个针织的黑白连衣裙 它这个裙子感觉好像有点长 但是我还是买回来想试一试 下一个包裹 一件紫色的打底毛衣 我看到他们家这个一模一样的 我本来还买了一件黄色的 就是这种打底毛衣秋冬天真的非常的白大 但是他们家实在发货太慢了 就是这件衣服都是四天后才发货到的 然后那个黄色的那个都没有给我发货我就直接取消了 因为等不及了嘛 这个不知道是啥了 让它这么大 哇 我的大衣 这是我买的一个羊毛大衣 因为我在法国很难买到大衣 因为法国人它的袖子非常的长 所以我就想在国内买一个就是适合我这个身高的一个羊毛大衣 它这个大衣是拼接色的 当时我看到这个款式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 百分之百纯羊毛 但是我摸起来好像比我想象的要薄一点 下一个包裹 这个是小米的电动牙刷 因为我之前去里洋的时候就跟斑斑面积了 斑斑就用了这款它说还不错 所以我就被中草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 在法国卖好像是40哦 48320 就是300块钱左右 然后看到在淘宝上是99元人民币 我就想刚好如果我要一起淘宝的话 我就在淘宝买了 好了 第一个包裹开箱完毕 那么现在来开第二个包裹 对 巨型包裹 这应该是我的买的那个真皮的皮衣 现在我们来试这个杨阁皮的皮衣 我觉得它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我第一次来的话还是挺沉的 就是比较有质感的一件 我在法国也是买不到皮衣 像我每次去Santo呀那些就是 每年都会做那种皮衣的店 他们家的袖子就是特别长 然后皮衣你就是很难去剪嘛 他们家的设计 这个设计我就觉得是比较简单的那种 我之前看起它更就是符合我 欣赏水平的设计 但是它们不是真皮的 然后只有这一件 我感觉它应该是百分之百真皮的 这件皮一千多块钱 要是不合适的话 我真的是退不了啊 天哪 哇哦 还是不错的 我当时就想到它虽然设计简单 但是一般就是简单 就是不会过时的 能穿好几年 然后它的袖子是打到我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长 我一般就喜欢打到这个地方 法国买皮衣的话 袖子36码的待到这里 我这个是36码的 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比较满意的 终于有了 终于有了一件适合我的皮衣 哇塞 这个摸起来是那种 有点像陆皮 但是又不是真正的陆皮那种 就是摸起来不是很舒服 看起来感觉它的长度好像很长 不适合我的身高 估计会采的 第二件是这种半裙 这样子实际好像看着也不怎么样 就我这个就想来搭我的那种 骨骼的那种衣服 然后这样子看起来我也觉得一般 不知道要上身怎么样 下一个包裹 这件是一件黑色的西装裤 我一直还想找一个黑色西装裤 因为我之前有一件西装裤 非常适合我 但是拉链坏了 然后我就去法国的裁缝店去问 他给我说缝一个拉链要20哦 我当时翻白眼 这一个拉链就20哦 我就算了 我还不从今买一条呢 这是一起的皮带 哇塞 朋友们姐妹们 这条西装裤真的是穿上绝了呀 我天呐 雷行盆都能穿出这个效果 哇塞 我本来只是想试一试 没想到上身那么好看 Woohoo 登登登登登登 哇塞 配上我这个小红鞋和这个小红帽 WOW WOW 真的这个裤型非常的不错 强烈推荐给大家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配夏天的一件衬衣的效果 而且我觉得它长座里刚刚好 我一米五八 它居然刚刚到我的脚踝 还没买到这么适合我的西装裤 真是太开心了 大家都去买 都去买 登登 这是一家的一个短裤 就是黑色这种短裤 因为黑色我觉得还是比较显瘦的 下一个包裹 贝雷帽 我最爱的贝雷帽 我看了 那我大概知道这一箱是什么了 这一箱是这个我买的帽子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在中国买帽子 因为我之前看上了一个帽子就是特别好看 但是它是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帽子品牌 就是做羊毛帽子的 一里帽子要五百多欧 就是现在以我的这个收入水平呢 买一个帽子五百多欧 我应该是不会买的 然后我在其他的那个法国店里 看看其他帽子 我就觉得没有找到适合我的 欧洲人的这个头围 都比我们小 就是不管他们在旁 他们头都是这样的 身体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很少找到适合我的帽子 然后我在淘宝上看到了这一家做帽子的 感觉就是看照片做的还不错 所以我在他们家买了好几 希望能够适合我不要买的 刚好帽子我就跟大家一起展示了 贝雷帽是这个白色的 我觉得摸起来质量还不错 买了一个这个旧红色的 跟戴下这个红色的 看吧 真的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在国内买 因为你像看它这个帽子 就刚好适合我的头围 它应该是军马的 在法国买 你真的是要挑好围才敢买 贝雷帽就是超级喜欢啊 我之前做了一个贝雷帽来源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点击看一下 登登 白色的 我觉得这颜子也挺好看的 耶 好喜欢 现在来试这个大帽子 是立体的丽颜帽子 一共买了三顶 就是各种颜色买一顶 就是来配各种颜色的衣服 看看这个帽子真的是好好看 我现在就看这个质感 我真的就是不输法国的 100多欧的帽子 这个是蓝色的 哇塞 跟我这个衣服也好配哦 这个颜色 哇塞 我也觉得非常好看 橄榄绿 这是绿色的 yeah yeah baby baby yuhu 好看 然后这个是坨色的 yeah 太好看了 我这马上想出街去拍照 好了 今天的大型开箱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哪个东西的话 可以私信我告诉你品牌 因为我都是没有收钱的 开心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 我就要跟你说拜拜了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我 千万不要订阅我 怎么之前也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